台北市聯合病醫的堅韌醫師 西博士博士 要來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一個疼悠 他說他本身有這個微型感染的問題 還看到一些相當的十字報道 說這個靈智可以控微型感染的筆讀 當然我今天有機會要來請我們很出名的 西醫生師博士 來跟我們解釋說 這個靈智可以吃嗎 它有微型感染啊 微型感染可以吃嗎 再一次請教一下 施博士 謝謝主持人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來看待 對啦 感染 微型感染 就是受到病毒的侵蝕 引起感染的組織細胞 發炎的結構 目前看起來 實在證明 靈智確實有提高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提高我們的免疫細胞 對這個病毒的變適和殺傷的能力 所以可以增加肝細胞抗病毒的能力 這是目前實驗的結構 所以靈智可以使我們的肝臟 對病毒有一個抵抗的能力 尤其是說抑制 微型感染病毒是肝細胞的繁殖 尤其重要的是 靈智可以提高我們的肝臟 DNA、RNA、蛋白質的合成 所以對受傷的肝細胞 有再生修復的幫助 所以 鼓微型感染 方面 吃靈智是有幫助 好 好 你 好的 感谢观看